負責端正公務員封紀的鎮峰處 難道竟然淪為花博的宣傳處嗎 是市議員在今天指控 說北市鎮峰處每年結合國際反貪日 舉辦大型的反貪活動 但是今年卻為花博來做宣傳 市議員火冒三丈 因為怎麼也沒想到 舉辦國際反貪日活動 竟然輪為花博的宣傳工具 反貪寫那麼小 花博寫這麼大 主題在哪裡 我現在搞不清楚 亂了 主題在哪裡 議員直呼太誇張 因為就連活動場地 都是租界在花博舞蝶館 而鎮峰處的責任 不是應該要抓弊案的嗎 議員就連帶質疑 如果花博有貪污 鎮峰處抓得下手嗎 抓一些我們市政府裡面 貪獨的情形 官商勾結的情形 在國際反貪日不去做這個 去做針對最純潔 最誠實的青少年做宣導 那我們覺得是不務正業 各位一定要相信我們政風單位 不會因為這樣的一個花博活動 我們是不是借用這個花博活動 我們是不是會影響到 我們對花博 官員解釋 因為每年只有60萬的宣傳預算 才會向其他單位借場地 或是搭配活動 也強調會堅守崗位 只是反貪日冠上花博的頭銜 韓米引起外界不良觀感 民視新聞 陳希惠李哲明 台北報報